哈囉大家好我是玩 所以這是反派大禁級新卡介紹 我們今天會講12張新卡 那第一張我們看到這個是旅行治療師 4費32 聖盾術戰吼恢復3點生命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 可以比較的應該是這個淘土一會先知 可是他們費用當然還相差1然後 這多一個聖盾然後 血量少1 我個人認為旅行治療師並不是一張很好的牌啦 所以 這帶還是主要是一張競技場牌 比較有可能出現的話應該是 比如說 在術室裡面因為術室很缺治療可是恢復3點其實沒有很吸引人 然後 那個術室可能 可是因為現在也沒有奪師者所以這聖盾也沒有什麼額外價值所以 其實我覺得這張應該是競技場牌 好 那現在這個兩費22的卡德加 然後是你召喚手下的卡牌會召喚兩次 那基本上就是 呃 這講得很廣就是你召喚手下的卡牌所以假設是 比如說你用 這個 法師現在有這個4費然後 法商召喚兩隻憨兒的牌 這無法預期的成果你假設用這個 叫的話他也會直接再叫 多叫 兩隻啊 嗯 所以 其實卡德加還蠻有趣的就是他 他這個敘述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用法術 叫手下的話手下也會變多 然後再開放的話其實 呃你假設有那個 不肯定傳送門那 假設你拿到比如說0費的 比如說你第二輪打不肯定傳送門然後第三輪 你拿到一個4費然後降成1費然後第三第三輪你就可以打一個2費跟 兩個4費 呃 所以在開放這combo應該是完全 幾乎是非常壞掉的 因為等於說你 降這個消耗減少3的 事情多做一次 所以你等於說那邊有多三顆水晶的 節奏 或是價值 節奏跟價值 所以 呃 好 好 那不過原先不肯定傳送門拿到好牌就是非常非常強啦 所以 可能也是 另一個值得考量的事情 可能也是太不穩定了 好 那 他其實在這個資料片裡面應該主要想要跟這個創造之力做combo啦 發現一個消耗為6手下然後召喚他2分身 然後又是發現所以 你可以比較容易找到你想要的東西 然後理論上這是一個 12費的價值 所以 拿8費付12費的價值 理論上是還可以的 當然 呃這一方面也要看 到底法師有什麼好的6費牌啊 就是 現在法師可能沒有什麼好的6費牌 雖然還沒退環境可是你應該不會想要找托騎然後你應該也不會想要找密法暴龍你應該也不會想要找 氣象學家 呃這三張都還在有可能被發現東西裡面所以 呃6費對法師來說可能有一點尷尬 然後現在好的6費牌 可能也沒有太多啊 而且他也不會給什麼額外價值 不過當然就是 假設你跟這個 卡德加combo到的話你會直接叫 呃4個6費然後就還蠻猛的 對 不過另外一點是這是一張大牌 所以 如果有一些大牌的combo的話 也會讓他可以做事就 現在的話應該大牌combo應該只是卡雷狗斯啦 因為卡雷狗斯可以直接讓他變成0費 就每一輪卡雷狗斯可以讓你第一張法術0費嘛 所以 創刀之力有可能是一個0費的牌 所以 這理論上在 卡雷狗斯存在的狀況下面 應該是 需要這種大費法術的 因為 這樣才能夠體現出 卡雷狗斯的價值 然後在 在卡德加也存在狀況下面 這個能力是非常恰當的 呵呵 至少在這個 資料片而言 你可以看到 這裡的主角好像就是 卡德加吧 是嗎 感覺有點像 衣服也有點像 好 接下來是這個 三費三二的傳信烏鴉 然後 這是一個法師手下 戰吼發現一個 法師手下 然後是野獸 這張牌 應該是強牌啦 在競技場也是一張非常好的牌 因為基本上他是一張 算是一張可以達成無限價值的牌 因為他可以一直找到自己 然後就 就一直撲 三費三二這樣 然後法師手下 像也有卡雷狗斯跟卡德加嘛 所以卡雷狗斯也可以給你價值 然後 托騎也還在 所以 你有可能可以直接拿到托騎然後再拿一張 憨宅傳說牌 因為這黑屋森林的牌嘛 所以 這張牌算是 我覺得算是一張蠻有趣的牌啊 然後也會讓這些 法師手下變得 更有意義一些 因為 因為你如果拿到托騎的話你的遊戲計劃會 改變蠻多的嘛 尤其在競技場裡面啦 也要看你托騎拿到什麼傳說之類 雖然這是傳性烏鴉拿到托騎然後再拿到一張傳說 所以可能有一點遠 不過 而且這邊指定是法師手下 所以 我覺得有一部分很想要你找到卡雷狗斯的感覺啦 因為法師手下說實在也沒有很多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 因為法師手下還有那個 巫師學徒這種東西 所以你假設想要湊 然後四巫師學徒一個 四巫師然後 安東尼的話 這也是拿到巫師的其中一個方法 或者是你還沒抽到安東尼 你可以用他來拿安東尼之類的 所以 傳性烏鴉對這種想要集齊四巫師的人 也是另一種方法 現在這個 光柱祝福 應該是念祝吧 然後 這是一張聖騎法術 兩費的雙生法術 賦予一個有方手下生命竊取 雙雙法術就是你打出這張牌之後 他會 帶給你 這張牌可是沒有雙生法術這個關鍵字 就等於說他可以打兩次啦 其實這個機制還算蠻有趣的我覺得 因為 像之前的回音的話其實 通常回音牌都有一點弱 因為 他等於說你 十顆水晶的話你可以打出很多回音牌然後可以創造太多價值 所以等於說必須要有給他一個上限 然後雙生法術的話他上限就很明顯就是兩次而已所以 不會像回音法術有那麼多值的考量事情雙生法術就是 反正就是給他兩次 就是可以打兩次而已然後也不像回音一樣有限制說 一定要在這輪打完之類 所以 雙法術跟回音還是有一定的差異的 雖然 我覺得字面上感覺起來並沒有特別有趣啦 可是我覺得 實際在使用上可能會 有蠻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可能 或許 然後這張其實主要應該是跟這個不朽主技做搭配啦 因為 不朽主技如果有生命竊取的話 可能能夠幫助聖騎直接回來啦 假設對手沒有沉默的話 或對手沉默已經用完的話 尤其是 但不朽主技還可以有兩張嘛 然後 我們現在其實還是有那個 摔角王 在meta裡面的 所以 你那個摔角王也可以直接拿到 送上者 也可以拿到 剛剛不朽主技的那個死亡之聲然後 你再給 這個送上者上 王主祝福 也是對手也是 除非有沉默不然 沉默或扁形不然是很難處理的啦 尤其是 你如果給送上者 那個 有 叫什麼 劍龍騎術或是給他嘲諷的話 再加上一些憨手段可以讓他無限拉出來啦 雖然 無限拉出來的那個 好像要退環境了吧 那個死神好像要退環境 這個白影間鋒對啊白影間鋒要退環境所以可能 連無限嘲諷都要遠離我們 總而言之就是 光祝祝福 配上那個 就你還是有 剛剛我講這個不朽主技的combo 因為不朽主技也可以直接騎劍龍就好然後 你只要一直抽到他 就變成一個兩費不朽主技騎劍龍又有這個 生命竊取 然後基本上應該是可以 甚至可以幫你打疲勞之類啦 所以他本來就應該可以幫你打疲勞 因為 他可以一直洗回排庫裡面然後再你再把他打出來之類 如果他沒有被沉默變形的話 好 就大概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這個釋放野獸 然後是一個六費的雙身法術然後再召喚一個有衝刺的巫舞歇尾獅 這個圖還挺醜的不過 這是無口 介紹的牌 然後 這雙身法術其實我覺得還不錯啦然後 這是一個獵人法術嘛所以 我們必須要想一下到底 這個還在不在 這個獵人還在不在 來我身邊已經不在了可是傳武也不在了 所以其實 法術力基本上在標準已經不存在了 這個感覺起來有點像是競技場牌 不過有點難講 因為 其實他 這種雙身法術牌其實都應該要主打價值啦 除了我覺得 我覺得另外一點是 剛剛這張光柱祝福 但光柱祝福有點想要 做一些其他事因為他費用很低 可是這釋放野獸我覺得 比較是想要打一些價值 不過說實在你6會拿55 衝刺 野獸可能沒有那麼好啦 可能這張牌還是不夠好 除非有其他奇怪的combo之類 不然這張牌應該是不夠好 不過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 其他奇怪的combo 而且獵人說實在 也沒有很 很會用法術啦 就是獵人法術通常也沒有太好 然後這也沒有吃法傷或什麼有的沒的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看守者 史達勒 崔絲那是個兩費二三的傳說德魯伊手下 然後是你在釋放二選一法術後將兩個選項各附置一張到你手中 那這張其實 只會跟法術combo所以其實沒有那麼好啦 理論上 雖然 如果是會影響手下的話應該也會跟戰鬥德魯伊 比combo不過反正 他只會影響 那個法術我們就 不用想這麼多 對 那 基本上他是一張 比較慢的價值牌因為等於說你如果打憤怒的話 他會 再會填兩張到你手中所以 對一些影響手牌的牌會有差別 那就譬如說山林巨人 或是譬如說我們這個兇猛狂豪也還在 標準中 我覺得搞不好會 讓山林巨人 變成一張很強的德魯伊牌 有可能 因為假設 簡單來講就是 假設你跟這個製補術搭配的話 你可以長水晶然後你又會拿到一張長水晶給你抽三張牌 然後抽三張牌又可以真的幫你抽牌 所以就是 感覺好像有點強 呵呵 應該是蠻強的啦 而且這個效果是常駐的 所以 就比如說你用滋補 你 可是也要這樣要把匪啦 不過你可以帶啟動什麼就沒了 反正就是你打 這個看守者然後你打滋補 長兩顆死心水晶然後你再打 憤怒 那樣你就會拿到 你會 打三張牌拿四張牌 呵呵 然後還是有真的長水晶然後真的有鋪一個高威脅性的手下 感覺還是蠻強的 對啊 這張 算是有趣啦可是他跟陸葵比的話他的 節奏比較慢一點因為陸葵等於說是 讓你的憤怒變得超強讓你的這個 製補出變超強 那這個傢伙就比較不像是這樣比較像是 讓你後有更氣更長的感覺 所以 他們很像可是又不大一樣 接下來這個 盛奇的 新秘密 以費的永不屈服 然後是當對手施放法術時 賦雲的手下加了生命值 現在盛奇其實 有一個新的傳說會讓你的秘密觸發兩次 所以 那張跟這個的combo是非常非常重要的combo 因為通常 大部分的盛奇秘密現在都不會跟法術互動嘛 就跟對手施放法術互動 然後 這個秘密會跟對手施放法術互動 所以他會一施放法術的時候就直接觸發 所以反而會導致對手可能沒有辦法處理掉 那隻 秘密釋放兩次的憨宅 因為 這個秘密如果釋放兩次的話就變成加4生命值 所以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互動 然後永不屈服在這裡 也是 一張很好的秘密啦 因為 盛奇 最怕就是被 敵方清場 那加4生命值就是想辦法讓你的手下不要被敵方清場 然後 再有那個秘密觸發兩次的話就是更難清場 因為假設烈焰的話你的手下還是會被清到大半 或者是 會很殘之類的 所以 這張永不屈服非常有趣 雖然在 冰霜星星末日預言者的面前他還是 必須屈服啦 呵呵 不過 對啊 至少 在一些其他狀況下面他可以比較難去服 而且 搞不好還是有其他方法可以處理魔力預言者啦 就通常都比較複雜一點 畢竟 冰霜星末日預言者是有兩張combo 這樣秘密應該蠻強的 就是 假設有很多清場 職業的話 應該會蠻強的 通常應該會有啦 所以應該是蠻強的 好那接下來這個兩倍22 血液陣線天才 然後這樣我是摧毀一個有方手下 然後放兩個隨機幫仲到你手中 我覺得這張牌超級強勒 我覺得這張牌超級強 尤其是現在我看到大部分的幫仲其實都還蠻厲害的 現在幫仲其實這個效果我覺得還蠻強的 然後 他們給術是更多摧毀有方手下的牌 所以蠻有可能 就是某種彈術 是一件 蠻值得一提的事情 只是魔暴龍彈 也退環境了吧 魔暴龍彈也退環境了 所以 對嗎 這安格洛的牌 所以 就是現在好的彈 變得比較少 然後 這種摧毀有方手下就變得 比較沒有那麼有 吸引力 不過如果在開放的話 這張絕對是一張好牌 應該吧 我不要確定 就假設你想要做摧毀有方手下這件事的話 其實陣線天才應該是 你會想要帶的牌 就其實 之前有很多亂鬥都 都想做這件事 就比如說那個 送禮亂鬥 我怎麼突然講到亂鬥去了 反正就是 你如果真的想要摧毀有方手下的話 這是一張非常好的牌 然後 就比如說你想要自己開西瓜的話 這也是一個新的選擇 不過西瓜也盡開放了 所以假設未來有類似西瓜那樣的牌或是 好的蛋的話 邪惡陣線天才會是一張很好的牌 不過目前他可能是 比較拘於一種 競技場牌之類的 概念 除非有一些很憨的機制啊 就比如說你可以 可以 把別人的手下暫時偷過來 然後你可以用邪惡陣線天才法 直接把他摧毀掉之類的 那樣子的話 他也是會是一張好牌 不過現在只有牧師可以做弄事啊 就是 暗影狂亂之類的 好 下一張這個邪惡陣線徵召者 然後這是兩費二二 這是兩費二二 然後是死亡之身房一個幫助 到你手中 其實如果說 那個 有其他牌會真的跟幫眾COMBO的話 像是 我們之前有看到 那個 就是新的國王啊 新的托哥瓦哥的話 這種幫眾牌都應該會變強蠻多的 因為目前沒有看到其他這種幫眾牌 所以 這種東西我們都 不大知道他到底要幹嘛 那這個家伙他其實 有人可能會想說為什麼 都是蟲 或是為什麼他長這麼奇怪 那 他其實是一個 克斯文的手下 長超像這個 斯克拉姆教徒的 我才應該是 同一個人吧 呵呵 不過現在就 加入 邪惡陣線 所以大家都 一起為邪惡陣線 來努力之類的 然後幫眾這個關鍵字 其實 也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因為 他們有說之後 會有更多 不同的幫眾 進到幫眾池 裡面來 所以 之後這張牌搞不好 會變強會變弱 也是不一定的 因為 這有點像是可以 動態調整的 狀況 就假設幫眾太強的話 他們可以調弱 幫眾太 弱的話他們可以調強 之類的 還蠻不錯的 然後這基本上是一個 更多價值的牌啦 就是 呃 你可以拿 就你可以拿 兩費牌 拿一個一費牌 之前好像也有類似的東西 好像是一個一費 有一個中 有一個中立牌也是 兩費然後戰火可以拿一個幫眾 不過是兩費一一的樣子 所以這體質絕對是比較好的 不過在牧師我很難看出來 他們到底要幫眾做什麼 所以 目前我認為這大概 會比較接近一張競技場牌 好 接下來這個 凡雷沙風行者 然後是七費五六 然後戰吼是裝備一個 裝備索瑞達爾眾星之怒 索瑞達爾眾星之怒我們等一下講 那我們先講這個 他是一個風行者 所以基本上應該三個風行者 三姊妹 都已經進入 魯石戰記的世界中了 然後 對 他們聽說好像都有蠻悲慘的故事 的樣子 那其中一個是 切瓦娜斯風行者嘛 然後有一個是我們的 獵人英雄嘛 應該是三個不同的人啦 然後這邊是 這個七費五六本身體質因為 再加上有裝一把武器是 三費二三的武器 其實還可以啦 五六大概是一個五費體質然後 那把武器兩費 一定值兩費啦 通常應該至少值三費 所以 兩個合起來然後只要七費應該是 偏賺的 因為等於說兩張卡合在一起然後 那張重心之怒的能力還蠻有趣的所以 應該是一張不錯的牌 可是當然要怎麼用就 比較難講一點 目前 他那個重心之怒是你攻擊之後會獲得 加二 法術傷害啦 所以目前看起來應該是 比較接近的 東西應該是比如說跟 擊殺命令做combo啦 不會但 如果未來有 其他東西 因為其實 只做 跟一張 你有法傷之後 你想要打的是很多張法術 而不是一張法術 你需要的是 低費法術就比如說 呃 這個 初略開始是古城 所以你也有點太遠 就比如說密法射擊這種東西 就變成 你可以 打兩次密法射擊 或是比如說你可以打一次密法射擊 然後再打一個快射之類 不過快射也是 也是一張開放牌 然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不會跟這個爆炸陷阱combo 因為 呃你沒有辦法在不是你的回合攻擊 然後 然後 他現在秘密只會在不是你回合的時候觸發 除非是一些 非常非常奇怪的狀況 對 其實大概就 就是這樣啦 如果說這樣要強的話他們必須要再給 獵人一些其他他東西啦就比如說低費法術 零費或是一費法術 比如說像月火那種東西或是比如說像 更 更好的重創私藥這種東西 重創私藥也退環境了 呵呵 好 那接下來是今天最後一張 這個羅羅邦狂豬戰狙 而且兩費二一 衝刺死亡之聲 召喚一個一一魚人 張牌其實算有一點點有趣啦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野獸裡面有魚人 所以在一些 如果還有那種跨種族的憨事會發生的話 那 這張牌就會很有趣 比如說像之前館長的那種機制 不過我覺得 可能不大會發生啦 然後大概就只是一個兩費 二一然後裡面有一 就是 還可以戰場這樣 但他有一些 比較 比較 比較憨的狀況 就比如說他可能可以跟 可能可以在 一些需要死生牌組裡面做一點事 或是比如說可能可以幫死生列做一些事 因為他有死生 不過當然這都有點太難講 然後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知道 好 那今天的 卡片就 新卡講解就帶來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就最後再見吧 拜拜